昨天晚上没睡好 看大选的结果 今天早上赶着起来做一个节目 做一个比较另类的节目 题目就是给川普做个鉴定 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 川普同志将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岗位 四年前他就是从这把椅子上下去的 充其量是一个新的旧岗位 既然是走上了新的岗位 那就需要一份鉴定 我就冒充一下组织部门 为即将升迁的川普同志写一份鉴定 川普是个老同志了 年龄已过股息 七十有八 无论在哪个国家 都是寒一弄孙的岁数 但是呢 这个老同志战斗意志不减 还积极要求在总统岗位上 在为美国人民再打工四年 精神可佳 但是这个鉴定不好做 因为这个人太复杂 纵观美国历史 似乎很难找到一个 能够让美国人和世界人 如此差异化的评价和如此撕裂的总统 按照我有限的美国知识 以前也会有类似的总统 例如一战时的美国总统 伍德罗·威尔逊 但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资讯流通不畅 波及面也不大 即便是那朵奇葩 能够看到的人也不多 顺便说一句啊 这个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旧居 就离我现在住的地方 大概百米之遥 每天几乎我都能路过这里 每次我都能想起这位总统 但是他不如川普奇葩 而且呢川普应该是一个 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 连续参加过三次总统大选的人 他也是唯一一个 从总统宝座上下来 隔了四年再次坐上去的人 考虑到他的年龄 不得不叹服 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今天 这位老同志成了超级网红 他的一言一行 一鸣一笑都牵动着很多人的神经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以前中国人是左右分明的 对于一个人左派支持右派反对 或者右派支持左派反对 敬畏分明 但是对川普则不同 如今不能以人划线了 左右之间纠缠在一起 中国很多懂得或者不懂得美国的人 都成了研究川普的专家 对他的好评和差评几乎是同样的极端 而不少本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左派右派朋友 在拥穿和反穿问题上成了一条战壕的战友 从这点上说 川普确实有两下子 川普是个勤奋工作的人 这么大岁数了 在上一届总统任上 每年只领一块钱的工资 还是玩命的干活 东跑西颠几乎看不着他休息 这样一个高龄总统 同时也成了高产总统 不是说他生孩子 是说他发推特 每天要发那么多的推特 据说一年要发3400多条 而他的最高记录是一天87条 不得了啊 关键还都是原创 几乎他的所有的决策 都是通过推特发出来的 这也算是密切联系群众吧 这算是优点吗 我看勉强算 因为这些推特中也有不少不着调的 起码也是五五开榜 川普这个老同志 还有个优点就是勇敢 今年大选挨了一枪 子弹擦耳而过 他毫不畏惧 似乎只是封过耳 他也有毅力 2020年大选败北 而且官司缠身 但是他屡败屡战 毫不退缩 这次大选卷土重来 居然抢回了丢掉的那个饭碗 虽然是老同志 但是川普精力充沛 反应迅速 口才一流又散于经营 是难得的人才 这个老头子做事果断 从来不婆婆妈妈下手也狠 他认定的事情从不手软 有时候甚至耍小孩子脾气 那次在和内核朝鲜的老大 谈判朝核问题 一个不顺心把腿就走 把小金扔在一边 和中国打贸易战 五百万两千 五百亿两千亿 一步步走下来 毫不手软 川普同志的缺点 也和优点一样多 他不够谦虚 善于不断的自我表扬 也会伪过于他人 其实呢 在几年前的抗议中 美国的表现并不出色 或者说很不好 有近千万人感染 有二十几万人病死 但是坐在总统椅子上的川普 还是能够脸不红 心不跳的说 他对于疫情的管控非常好 需要比较强大的心理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川普的这种做法 不符合社会主义 似有新人的标准 在很多内敛 低调的东方人看起来 有很难接受 不过在美国 似乎有不少这样的人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苛求 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 出现共产党员 这样高觉悟的人 还有一点 按照有的美国人的说法 因为主流媒体都是黑穿的 没有媒体表扬总统 于是总统只能自我表扬 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 一般来说呢 人老了会稳重的多 老成持重嘛 但是也有一句话说 人过七十赛完同 川普就是这样的七群老人 他做事率性 不是想仔细了再做 也不是和幕僚们商量妥贴了再做 甚至可以说是 自以妄为 独断专行 这位老头还是个大嘴巴 从来不知道那脸不说 想什么就说什么 连他女儿在为他助选的时候也说 他父亲在推特上 有时候口不择言 但是女儿评价父亲说 真的做起事来 他还是有板有眼的 要说他的大嘴巴 故事太多 你说不清楚 他是言出必行 还是心口不一 比如他动不动就可以说 某某某是他的老朋友 其实这样 实际上他和这个老朋友没什么感情 只是为了谈判的需要 可是他又不是什么都说了不做 似乎他兑现竞选诺言的比例 在历届美国总统中是不低的 例如2016年大选 他提出要在美墨边境修墙 阻止非法移民 尽管困难很多 却硬实在修 就说他的推特 每天发这么多 上一届总统任上的白宫社交媒体主管 丹斯科维诺 原来只是川普的一个高尔夫球童 老头喜欢这个小年轻 说你长大了可以跟我干 一挪千金 这个球童 后来果真当了白宫的高管 但是川普又不是不打狂语 在撒谎耍赖上他还是颇有心得的 这方面的问题像维吾尔族的小姑娘的辫子 一抓一打把 全世界看了都有点晕 这个老人家怎么就登上了这个宝座呢 而且是再次登上了这个宝座 这样一个总统 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 也是爱的爱死 恨的恨死 当年著名的纽约时报 居然以报社编委会的名义 连发述文 阐明川普为什么不配连任美国总统的理由 义正词严的批判总统 全然不顾媒体一贯标榜的中立立场 另一家著名媒体 华尔街日报 居然发表了一篇题为 川普要连任 除非一个地方两次被雷批中的评论 这个评论也很奇葩 据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估计 美国人平均遭雷击的概率为60万分之一 如果每次被雷批是独立事件 那么被批中两次的概率 比中500万还要低2万倍 不巧的是 就在这个评论发表后30个小时 川普大厦在纽约 连着被雷批了三次 雷神公公也是捣乱 从连批两次的角度来说 雷神是帮川普的 可是从批川普大厦这个角度来说 他又是带有感情色彩的 这就有了一点八卦的味道 不应该写在这个鉴定里面 但是又有不少美国人支持他 每次他的肇事活动都是身世浩大的 确实有很多拥躬 他确定了新冠 美国还有很多人跪着为他祈祷 川普还不善于团结同志 上一个任期白宫里的官员 他的幕僚们像走马灯一样换 而且这次大选 他的很多前幕僚也站出来公开和他叫板 就连他的宝贝女儿 这次大选似乎也成了旁观者 其实伊万卡是个好女儿 这个女儿四年前 在为她竞选的时候 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 她说父亲当了四年总统 华盛顿没有改造她改变她 反而是她改变了华盛顿 伊万卡还说 美国不需要一个被媒体和财团控制的总统 白宫需要一个勇敢的斗士 女儿当然是父亲的贴身小棉袄 绝对支持父亲 这份鉴定的结论很简单 就是说川普同志是一个复杂的人 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人 是一个懂得商业运作 但是政治工作能力不强的人 也是能够以勤捕捉的人 他聪明有余 但是不是道德楷模 如果凭先进个人 川普没戏 但是凭劳动模范 他够格 川普同志马上就要走上新的旧岗位了 希望川普同志上任以后 能够发扬优点 改正缺点错误 做一个人民喜欢的好总统 说两句题外话 前不久 我家院厂上 我画了一条狗 给他围上了一条蓝紫色的围巾 但是前两天 我嫌围巾的颜色不鲜艳就改成了红色 没想到这真是神来之笔 川普1946年出生 属狗的 支持他的是红州 似乎有些蓝州翻红才助力杀 登上大位 我是不是有点未卜先知呢 说句玩笑话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凑个热闹 因为大选完了嘛 本来我不该说这个话题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